台灣今天在試棒十二強 跟波多黎各將持到強迫取分制的延長賽 波多黎各靠曼德茲在十二局下半 轟出再見滿冠炮 台灣最終是以四比七輸掉 晉級八強希望渺茫 那麼十一局上半 台灣隊靠著蔣志賢高志剛 連續兩支帶有打點安打串連 取得三比一領先 但是波多黎各也在十一局下半 靠連續安打追回兩分 雙方再以三比三戰成平手 但關鍵的十二局下半 台灣隊由潘威倫續投 希爾瓦打擊時 台灣內野鬧空城 讓他出現內野安打 接著滿壘情況下 在被曼德茲轟出再見滿冠炮 中長以四比七輸球 台灣輸給波多黎各 只能寄望古巴再晚點輸給意大利 再靠戰機相同後的對戰比較 看能否有一線生機 是在晚間抖六的 3